如果你知道人喜欢看金剧,他们一定会知道美洋芳。美洋芳是中国金剧最有名的一位大师。 美洋芳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唱戏,他十岁的时候就等台。 可是他小的时候,很多人认为他不应该唱金剧。 其中的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的近视眼,他的眼皮下垂,他的眼睛不够明亮,还有隐风有泪的毛病。 所以,为了治疗这些毛病,美洋芳就养了一群鸽子。 他每天放鸽子,放的时候就用眼睛看着鸽子飞在天上。 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他的眼睛就渐渐滞好了。 同时,美洋芳在刻苦地练习成戏。 所以这样,美洋芳就成了中国最有名的金剧演员。 美洋芳表演在日本很多次。 日本的报纸、杂志曾经有评论说,他的手比女人的手更看起来是女人的手。 然后,还有一次,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地战。 美洋芳就去日本演出。 美洋芳也在美国到处都表演。 美洋芳也在很多别的国家表演。 有一次他表演的时候, 一位老太太看了她回家的时候, 就命名她的花园美洋芳。 命名了一朵叫不出的花园美洋芳。 美洋芳的花园美洋芳。